启厄冯烟冒,尽重光大荒落,一共八年,玄宗至到大圣大明孝皇帝忠之忠,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甲虚,公元七三四年,春季正月,几四,初六,玄宗从西京出发,吉丑二十六日,到达东都,张九龄从韶州来入建,请求守丧结束后再回到朝廷,玄宗不准许,二月人银,初十, 秦州接连发生地震,公司房屋大多都被毁坏,压死官吏和民众四千余人,玄宗命左丞相萧松,前去振绩慰问灾民,方氏张果自称董神仙倒数,并骗人说自己在姚帝时代就做过适中,至今已有数千岁,张果常常来往于恒山之中,从武则天当朝以来,朝廷多次征召而他不治,现在恒州次使为继, 又向朝廷推荐,玄宗就派中书涉人徐教,持喜书去迎接,更吟,张果来到东都,被人用轿子抬入宫中,受到玄宗的隆重接待,张九龄请求不要禁止私人筑钱,三月更晨,十九日,玄宗斥令百官商议此事, 裴耀清等人都说,一旦取消这样的禁令,恐怕那些小人都会弃农逐利,钱的烂恶就会更加严重秘书间催眠说,如果折劳易为收筒,官方就可以用来筑钱,计算估价物品的价格,加上雇工的费用,私人筑钱就无利可图了, 这样的办法既简易可行,还可以杜绝欺诈行为,再说钱的用处贵在通商,不在于牟利,为什么说要允许私人筑钱才能使钱够用呢? 右肩门路使参军刘志说,人富有了,就难以用奖赏来劝诱他,人贫穷了,就难以用威权来禁止他,如果允许民间私人筑钱,贫穷的人必定不能也筑,我担心这样贫穷的人就会更加穷困。 只有被妇人异使,贫穷的人就会更加富有,因而为所欲为。 汉文帝时代,吴王刘必之所以富有与天子相等,就是私人筑钱所招致的结果于是玄宗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刘志是刘子玄的儿子,夏季四月,仁臣初一,任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礼兼官内到采访处置室,并增加管领经,远等十二周。 吏布侍郎李林辅奸华狡诈,与宦官以及后宫中的嫔妃身相交接,让他们暗中刺查玄宗的行动,掌握了他的一举一动,因此每次上朝奏事都经常符合玄宗的意图,深受玄宗的喜爱。 当时武惠妃在后宫的嫔妃中最受玄宗的宠爱,生子为寿王李卿,也深得玄宗的喜欢。 诸皇子难以为比,因此太子渐渐被疏远了。 李林辅于是托宦官告诉武惠妃说,自己愿意尽力保护寿王。 武惠妃听后十分感激,就暗中围住,因此李林辅被升为皇门侍郎。 五月雾子,二十八日,玄宗任命裴耀卿为代中,张九龄为中书令。 李林辅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玄宗在公园中种小麦,率领太子以下等皇子亲自去收割, 并借此对太子说,这些麦子将来是要用来祭祀祖先宗庙的, 所以不敢不亲自去收割,并想借此使你们知道耕种庄稼的艰辛, 然后玄宗又把这些小麦变刺士臣,并对他们说, 近年来我常派人去观察百姓田中庄稼的好坏, 但难以得到实情,所以我就亲自耕种,来观察收成好坏。 六月仁臣初三,幽州节度使张首大败契丹君, 并派使者前来报劫。 薛王礼业病重,玄宗十分担忧, 以致面容憔悴,头发变白。 七月几四,初时薛王礼业去世, 赠氏号为慧轩太子。 玄宗任命裴耀卿魏江淮, 河南转运使,并在河口建了运输厂。 八月仁寅十四日, 又于运输厂东设置了合银舱, 于运输厂西设置了百崖舱, 于三门东设置集金舱, 于三门西设置盐舱, 又开凿曹渠十八里已避开三门之险。 先前,用船运江淮地区的米 至东都寒家舱, 在雇车陆运三百里至陕郡, 大约两壶米运费一千钱。 裴耀卿命令江淮地区的运米船 都把米运到合银舱, 再用船通过黄河运到寒家舱及太原舱, 然后由太原舱通过渭水运到关中。 三年中, 供运米七百万壶, 节省雇佣车费三十万民。 有人劝裴耀卿把所节省的钱献给皇上, 裴耀卿说, 这是公家的盈利钱, 我怎么能借此来讨好皇上呢? 于是就全部上奏作为调节市场良价的经费。 张果坚决请求返回恒山, 玄宗下至任命他为银青光禄待付, 赐号为通玄先生, 然后仲家赏赐而放归。 后来张果死后, 一些好奇的人上奏说他尸体虽在, 而灵魂已飞升成仙, 因此玄宗更加相信神仙。 冬季十二月物子朔初一出现日时, 以四十八日, 幽州节度使张首杀了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并传他们的头颅到京城。 当时可突干连年侵扰唐朝的边疆, 赵涵璋和薛楚豫都无法讨平, 张首任节度使后, 多次击败了可突干。 可突干是困技穷, 派使者假装说要降负, 张首就派管继王毁前去安抚。 王毁到了可突干的牙障, 觉察到契丹上下并没有真心降负的意思, 只不过是把军营烧往西北移了一些, 并秘密地派人去联兵突厥, 阴谋杀掉王毁而反叛。 于是王毁知道可突干是诈祥, 契丹崖关李过哲与可突干分掌兵马, 阴征全部合余。 是王毁劝李过哲谋取可突干李过哲就在夜间领兵杀。 勒区烈即可突干并杀掉了他们的党羽, 然后率领其他部众来降负唐朝。 张首率兵来到紫蒙州, 大显兵威以振抚契丹, 并割下区烈与可突干的头颅在天津桥南面势中。 突厥皮家可汗曾经被他的大臣梅露撤投毒谋害, 但没有毒死, 于是皮家就杀了梅露撤的家族和党羽。 皮家死后, 他的儿子依然可汗继位, 不久依然又去世, 他的弟弟登立可汗继位。 刚需23日, 太人前来告丧, 禁止乞丐在京城刑起, 并设置病方接计。 开元23年, 以害公元735年。 春季正月, 契丹之兵马中郎里过着入朝暴捷, 玄宗夏至任里过着唯北平王, 捡叫松墨州都督。 以害18日, 玄宗行吉田里, 亲自春耕, 以示重农, 推垒九次之后才停止, 宫卿及以下官员都耕种到中母。 又大赦天下, 东都城内聚会饮酒三天。 玄宗登临五缝楼设宴, 观看的人十分拥挤喧闹, 以至艳乐也无法演奏, 金吴卫兵向下雨般挥动白棍, 但也无法遏制人群, 玄宗十分忧愁。 这时宦官高律士上奏说, 河南县城延安之为正严厉, 人们都害怕他, 请让他来管制, 玄宗同意。 延安之道后, 用守护板绕着场地画了一圈说, 违犯禁令越过此县的人, 问死罪。 于是三天之中, 人们都指点告诫这条县, 没有敢于违犯的人。 当时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刺使和县令, 都带领乐队汇集于五缝楼下, 进行比赛。 淮州刺使用车运来数百名乐工, 都穿着绣花衣服, 驾车的牛都被打扮成虎豹西巷的形状。 而鲁山县令袁德秀, 指派了数名乐工, 手拉着手唱鱼歌。 玄宗说, 淮州的人民可要遭受苦难了, 于是马上贬淮州刺使为散官, 袁德秀性情耿介质朴, 士大夫都非常钦佩他。 玄宗赞美张所的功劳, 想要任命为宰相, 张九龄觐见说, 宰相是代表天子治理天下的, 不是为了赏功而封的官, 玄宗说, 只让他挂宰相的虚名, 而不让他认实职, 不知是否可以。 张九龄回答说, 就是这样也不可以, 权柄官位是天子所掌管的, 不能随便授予人。 再说张首刚打败了契丹, 陛下就要任命他为宰相, 如果以后消灭了西域突厥, 再加给他什么官呢? 玄宗于是终止了败相的打算, 二月, 张首治东都报解, 拜官为又宇林大将军, 监狱使大夫, 又赠两个儿子官位, 赏赐的东西很多。 起初, 殿中士御使杨汪杀了张审素, 就改名为万寝。 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和张年纪都小, 因受牵连被流放到领表, 不久逃回, 商议伺机报仇。 三月丁卯十一日, 他们亲手于都城杀死了杨万寝, 并把表状挂在斧头之上, 说自己的父亲死得冤枉。 然后又想去江外杀掉与杨万寝共同陷害父亲的人, 到了四水, 被官方抓获。 议论的人都说他们的父亲无罪而死, 两个儿子忠孝刚烈, 能为父亲报仇, 应该赦免其罪, 张九龄也想救他们的命。 而培耀清于李林府则认为, 如果那样就会违背国法, 玄宗也认为如此, 并对张九龄说, 孝子的这种感情, 是唯一而不顾死, 但杀了人而不问罪, 这样的风气不能开, 于是就下次说, 国家之所以制定法律, 就是为了禁止杀人。 如果各自都从为人而自的方面, 去申明大致, 谁不是遵守孝道的人呢? 这样辗转复仇, 哪里会有个完? 旧姚在余顺时做掌管刑法的官, 有法必义, 就是藏参杀了人, 罪也不可赦, 应该交付河南府杖杀他们, 民众们都觉得十分惋惜, 为他们做了埃及的道文, 张贴在大陆旁, 市民们又捐钱把他们埋葬在北芒山, 恐怕杨万请的家人挖他们的坟墓, 所以又做了述处假墓, 唐朝初年, 公主的十亿时封只有三百户, 到了中宗时, 太平公主多达五千户, 每户最多不超过七个成人, 开元年间以来, 皇妹最多只有一千户, 皇女又减半, 每户最多不超过三个成人, 驸马都被命以三品员外观, 而不实际认识, 这些公主的十亿收入很少, 以致不能满足车马服装费用的需要, 左右有的人说这些公主的十亿太少, 玄宗说, 百姓的租赋不是我私人的财产, 前方的战士出生入死, 也只不过赏赐一些不博, 这些女子有什么功劳, 而应该享受那么多的十亿丰富呢? 再说这样也可以使他们知道 节俭生活秋季, 七月, 贤疑公主将要出嫁, 才加十亿, 十封至一千户, 贤疑公主是五惠妃的女儿, 于是其他的公主都加到一千户, 冬季十月, 雾身, 二十六日, 突骑狮侵扰北亭及安息波幻城, 润月, 人武朔, 初一, 出现日食, 十二月以害, 二十四日, 册封前蜀州私户杨玄演的女儿, 为寿王李清的妃子, 杨玄演是杨汪的曾孙, 这一年, 契丹王李过哲被臣下聂里杀死, 儿子也都被杀, 只有一个儿子拉钱逃到安东都护府, 才幸免于难, 聂里上言说李过哲用行严酷, 群情激愤, 所以才杀了他, 玄宗赦免了聂里的罪, 并任命他为松莫都督, 然后赐信责备说, 你们藩人的习惯是多不忠于君长, 从来就是如此, 朕也知道, 但李过哲是你们的国王, 如果因为有罪就轻易杀掉他, 那么做你们的国王, 不是非常危险的事吗? 只是恐怕你做了国王, 将来有人也会把你杀掉, 这样生命都常常难保, 谁还愿意再为王呢? 也应该为后世着想, 怎么能只图目前的痛快? 不久, 突厥兵向东侵扰西域契丹, 聂里与西王李归国合兵打败了突厥, 开元24年, 丙子公元736年, 春季, 正月更吟初时, 玄宗夏赤说, 天下的逃亡户, 准许在今年内向官府自首, 如果还有产业, 另返回元籍, 如果没有家产, 待另行安置, 过期不自首者, 就要派专使搜寻, 分配到各地军队中服役, 北庭都护盖家运, 率兵大败突骑士, 二月甲银初四, 玄宗于朝堂宴请新任命的县令, 玄宗做了一篇文章名令长新建, 赏赐给各地的县令, 耕武20日更改皇子的名字, 李红改名为李英, 李坛改名为李从, 李俊改名为李, 李恰改名为李衍, 李娟改名为李瑶, 李改名为李婉, 李改名为李居, 李为改名为李, 李改名为李, 李则改名为李, 李清改名为李茂, 李回改名为李斌, 李树改名为李齐, 李义改名为李环, 李免改名为李李, 李改名为李, 李改名为李, 李成改名为李公, 李改名为李, 李改名为李 李涛改名为李 按过去的制度 由考工原外郎主管科举考试 有一个名叫李全的进士 侮辱考工原外郎李昂 议论者都认为原外郎职位太低 难以扶重 三月仁臣 十二日 玄宗下斥 从今以后 令李布侍郎主管科举考试 幽州节度使张首派遣平鲁讨击时 左霄为将军安禄山讨伐反叛的西域契丹 安禄山成勇士强 冒险轻敌 打了败仗 夏季 四月辛亥 初二 张首上奏请求杀了安禄山 安禄山在临行前大声高呼说 张大夫你难道不想消灭西域契丹吗 为何要杀掉我安禄山 张首也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 爱其才 于是就送往京师 张九龄在奏文中批道 春秋时代 齐国的大将 仰居杀了骄横的监军装甲 吴国的孙武杀了不听命令的功名 如果张首已下了军令 安禄山不应该免死 玄宗因为爱惜安禄山的才能 下斥令免去其官 成为五官职的将领 张九龄坚持说 安禄山为令败军 按照法律不可不杀 再说我官其面貌有反向 不杀必为后患 玄宗说 你不要像晋朝王姨甫看石乐那样看安禄山 枉害了忠良之士 最后竟赦免了安禄山 安禄山本是盈州地方的杂种湖人 原名阿洛山 他的母亲是一个女巫 父亲死后 带着安禄山嫁给了突厥人安延延 适适逢突厥部落败散 就与安安掩掩哥哥的儿子安思顺逃到幽州 于是茂姓安氏名叫陆山 还有一个杂种湖人名叫史干 与安禄山原是街坊邻居 两人生日相差一天 长大后成为朋友 都做了护士牙郎 以勇敢而闻名 张首以安禄山为桌生姜 每次带领数名骑兵出去 都要勤获数十名契丹人而回 又加上安禄山狡猾 善于揣摩人的心意 所以身受张首的喜寿 以为养子 苏干曾经淹欠了关寨 逃入西族地区 被西族巡逻兵抓获 要杀掉他 史干就欺骗他们说 我是唐朝的和亲使 你如果杀了我 你们的国家就要遭殃 巡逻兵相信了他的话 就把他送到西王的牙障 史干见到西王 只作一而不败 西王虽然愤怒 但因为害怕唐朝 也不敢杀他 还把他当作兵客 让他住到馆子里 又让一百人随时干入朝 史干对西王说 大王你虽然派了这么多的人入朝 但看他们的才能 都不可以见我们的天子 听说大王有一名良将 名叫索高 为何不让他一起入朝 于是西王就命令索高 与部下的三百人 随史干一起入朝 快到了平庐 史干先派人 对军事裴修子说 西王派索高 带领精兵都来了 声言入朝 实际上是想袭击军城 应该早位防备 先下守围墙 于是裴修子就整好军队来出营 到了管舍 把随从的西兵全部活满 然后抓住索高 送往幽州 张首认为史干立了大功 就奏请任命他为果义 后又升为将军 后来史干入朝奏事 玄宗与他谈话 十分喜欢他 就赐名为斯明 前连州司马武幽望的儿子武温 因与权贵交结 被仗死 以丑十六日 朔方 河东节度时 信安王李被贬为渠州刺史 广武王李承宏 被贬为防州别嫁 荆州刺史 薛字券 被贬为州别嫁 都是因与温交游的缘故 李承宏 是王李手里的儿子 新卫二十二日 博州刺史王居 被贬为通州刺史 原因是与李通过书信 五月 李全县 邀人刘志成作乱 驱赶抢掠过路的行人 将要前往咸阳 村民们报告了县官 并切断道路 焚烧桥梁来阻拦他们 于是刘志成的不重溃散 数天后都被抓住杀了 六月 开始暗月发给百官奉路前 起初 玄宗殷刑及田里 而大赦天下 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加祭祀宗庙的物品 与扶制标准不合理的问题 太常青为上奏请求祭祀宗庙时 为每一神主祭献鞭斗十二 兵部侍郎张军与执方郎中为树上一说 圣人不但知道孝子对自己祖先的申请 而且也深知天下物品的众多 所以设立制度予以节制 人们的爱好本来就没有标准 宴会时所用的韭菜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所以圣人对一切事情都按照古代的制度办事 战国时代楚国的区道喜欢吃祭 而他死后 区间并不让人们用祭祭祀他 这是为了表明不以个人的爱好 而违反国家的典章制度 现在想要用丰富精美的食物来祭祀祖先 随便超越就是规定下来的制度 那还有什么限度呢 尚书说 祭祀使用的鼠祭并没有香气 只有贤明的德行才能香气忧远 如果认为现在祭祀用的食物是平常所吃的 求神不灵验 可以不必要按照古代的制度办事 那么鬼都要去掉而代之以盘于悲暗等 勺等音乐都要止息而演奏空喉争敌了 如果所使用的东西不合制度 让后代的子孙们怎么看呢 再说神是以精神灵敏监视于人的 并不要求对他祭祀时铺张丰盛 如果违背了礼法 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能够废弃礼仪而随从留俗呢 再说君子对人都要有礼节 不要求随便凑合 何况是祭祀宗庙 怎么感望就有的章程呢 太子宾客催眠上一说祭祀这种制度 起源于远古时代 当人们还如毛瘾穴时 就用毛穴祭祀 没有念的时候就用玄酒祭奠 到了后代的帝王 祭祀用的礼物才逐渐封备起来 但为了崇敬神道 不敢废弃过去的旧制度 用边斗鬼尊这些器物所盛放的祭祀礼品 都是周朝时代人们平常吃的东西 与设宴招待宾客时 所用的食物没有两样 周公制定礼仪时 把这些东西与毛穴玄酒一同用来作为祭祀鬼神的食物 国家应该按照礼法来建立准则 根据不同时代情况的变化来制定规范 经常用食物祭祀宗庙 按照礼法来确定祭祀所用的食物 这是按照周朝的制度办事 对祖先的灵源祭祭食物 把平常所吃的物品都陈设上 这是按照汉代的制度办事 用四方进贡来的物品来祭祀 是为了让祖先享受远方的食物 用新出产的物品来祭祀 是为了顺应时令的变化 愿佑之内 皇上亲自耕种所收获的庄稼 狩猎之时 皇上亲自射中的猎物 都要先用来祭祀祖先 然后才可使用 这是表示新成孝敬的意思 如果能够按照上边所说的去座 就足够了 何必还要增加祭品呢 只要下次有关关例 对祭祀不要稍有减慢 这样就等于把每位佳肴 全部献上去了 何必再增加边斗的树木呢 玄宗坚持要增加祭祀的物品 为就幼奏请在宗庙中 每个祖先的房中各增加边斗六个 运按季节替换新鲜的果品和美味的食物 玄宗同意 维又上奏说 以礼桑首篇说 为舅父守桑三个月 为姨母和外祖父母守桑 都是五个月 外祖父母最尊贵 所以与姨母的桑福相同 姨母和舅父虽然同属一个等级 但桑福的轻重有差别 唐姨与舅母虽然关系不疏远 但恩情不深不为他们守桑 因为舅母来自外祖 不能像同居同斥的亲属那样扶桑礼 我认为古时规定的礼节 还有不合理的地方 请为外祖父母桑九个月 姨母和舅父都守桑五个月 唐舅 唐姨和舅母家道谭免 福催免上一说 至家之道 对待一家人不能够有两样 要有一个总的原则 使道理有所本 所以内亲扶其衰 斩衰丧 外亲都扶司马丧 如果因是尊亲要家扶丧礼 也不能超过一级 这是先王定下的不可随意改变的礼仪 希望能够遵守过去八年所定的礼仪 一切都像古人的礼仪一样 作为千秋万代不变的法则 唯述上一说 以礼 桑福传说 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 那些住在偏僻乡村中的人说 父亲与母亲并不等同 住在城里的人则知道尊重自己死去的父亲 士大夫和有知识的人则知道尊重自己的祖先 圣人言求天人之道而深深地敬重祖先 维系族性之间的关系而亲爱自己的子孙 母亲一族与自己家族相比不能等同 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现在如果外祖父母与舅父加丧服役等 并为唐舅与姨母也列入守丧 那么内亲与外亲的制度还有什么差别呢 这样因情而废弃礼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古代制定礼仪的人知道人们容易感情用事 恐怕逐渐违背了礼仪 所以规定不同的亲属关系扶桑不同 其中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让后代人永远不要把他们相混 制定礼仪人的用心就在于此 难道是白费心机吗 如果桑礼的等级可以随便加 也可以随便减 那么过去的圣贤就可以随便非难 礼经所规定的制度也可以不遵守 先王规定下来的制度被称为伦理道德 我们严格的遵守还怕有违背的地方 如果再故意乱改就更没有限制了 还是应该按照一理所定的丧服制度办事 礼部元外郎杨仲昌上一说 郑文真公魏征首先魏救父增加扶桑期到五个月 郑文真公虽然贤明 但周公与孔子是圣人 贤人随便改变圣人定下来的制度 让后来的人该怎么办呢 我深怕这样下去使内亲与外亲的制度混乱 亲与叔之间的伦理刚常不能遵守 都以感情用事 那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春秋时代的子鹿为他的姐姐扶桑 到期还不除去桑服 孔子说 这是先王制定的礼仪 必须遵守 作为人孝的人都是不忍心这样做的子鹿听后 就除去了桑服 这件事情是圣人遵守礼法而不遜私情的典型例子 李济说 不要轻易地议论礼仪 这说明礼仪充满于天地之间 可以与日月象征会 所以贤明之人都得遵守礼仪 怎么敢随便增减呢 玄宗下斥 姨母与舅父既然服桑五个月 舅母也不能全部服 应服桑三个月 唐姨和唐舅 则应服谈免桑服张军是张说的儿子 秋季八月仁子 初五是玄宗生日 称为千秋节 群臣都奉献宝敬 张九龄认为用镜子自照 可以见自己的形貌 将自己与别人相对照 可以知道吉凶祸福 于是撰写了一部 关于过去朝代兴盛衰败原因的书 共为五卷 名为千秋金镜录 献给玄宗 玄宗赐信赞扬他 甲银初期突齐师国派遣大臣 葫芦达干来朝请求降父 玄宗准许 玉室大夫李世之 是李承前的孙子 因为有才能而受到玄宗的器重 曾多次在玄宗面前 为李承前明冤 甲虚二十七日 玄宗追赠李承前 为恒山闽王 以害二十八日 便挨亡李去世 冬季十月乌深 初二玄宗从东都出发 先前 玄宗下赐书说 明年二月二日返回西京 侍逢宫中出现鬼怪 第二天 就召来宰相 商议返回西京 裴耀清与张九龄都说 现在粮食还没有收获完 请等到冬季中期 而李林府暗中 觉察到了玄宗的心意 等到他们两个退下去后 自己单独留下来 对玄宗说 长安和洛阳 就好像是陛下的东西两座宫殿 可以自由的行动往来 那里用得照选择时间 假如说返回西京 妨碍农作物收获 可以免除所经过地方的租税 我请求宣告朝廷各部门 立刻回西京 玄宗十分高兴 听从了李林府的话 经过陕州时 因为陕州刺食与卢焕 善于治理地方 玄宗就在卢焕办公的厅中 提写了一篇赞扬他的文章 然后离去 卢焕是卢怀慎的儿子 丁卯21日 玄宗到达西京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 以前在河西镇时 能够节约用费 勤于职守 所以河西镇仓库中的物资充实 均用器械经历 玄宗听说此事后 想要嘉奖他 任命他为尚书 张九龄说 不能这样做 尚书就是古代的纳言 唐朝建立以后 只有曾经做过宰相 和朝野内外 有名望 有德行的人 才能担任 而牛仙客 原本是和黄地区 节度是判官 现在居然被任命为 这么险要的官职 恐怕有辱于朝廷 玄宗说 那么之风给他 有十风护数的实意 可以吗 张九龄回答说 这也不可以 封爵本是为了奖赏 有战功的人 牛仙客作为边疆 充实仓库 修理军器 都是他应该做的事 谈不上有什么功劳 陛下如果要奖赏 他勤于正式的功劳 赐给他金箔就可以了 而分土封爵 恐怕不合适 玄宗沉默不语 李林府对玄宗说 牛仙客具有宰相的才能 当不当上书 又有何妨 张九龄是一介书生 不懂得大道理 玄宗听后十分高兴 第二天 又说要封给牛仙客实意 张九龄仍然坚持说不可以 玄宗极为愤怒 脸色大便说 朝廷大事都要由你来做主吗 张九龄叩头谢罪说 陛下不认为我无能 使我为宰相 所以朝中大事有不对的地方 我不敢不直言玄宗说 你嫌牛仙客出身贫寒 那么你的出身有什么高贵呢 张九龄说 我不过是岭南地区一个十分贫贱的人 不像牛仙客出生于中原 但是我在台阁中 掌管告书赵命已有许多年了 牛仙客原本是边疆地区的一个小官吏 目不识丁 如果为以大任 恐怕难服众望 李林府退朝后说 只要有才能 何必一定要会写个文章天子要重用一个人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1月戊戌23日 玄宗赐牛仙客 隆西县公爵位 并给十亿 十封三百户 先前 玄宗想要任命李林府 为宰相 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 张九龄回答说 宰相一身 系国家之安危 陛下如果任命李林府为宰相 恐怕以后要成为国家的祸患 玄宗不听 当时张九龄因为有文学才能 正受到玄宗的器重 李林府虽然怨恨他 但表面上还不得不奉承他 势中培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密切 所以也受到李林府的嫉恨 这时玄宗做皇帝已有多年 生活逐渐奢侈腐化 揽于处理正事 而张九龄遇到事情 不论大小 觉得有不对之处 都要与玄宗争论 李林府却善于窥伺玄宗的意图 日夜想着如何陷害重伤张九龄 玄宗在当林兹王的时候 赵丽妃 黄府得宜和刘才人都受到宠爱 赵丽妃生了太子李英 黄府得宜生了恶王李瑶 刘才人生了光王李居 玄宗及地位后 又爱上武惠妃 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 武惠妃生了寿王李茂 李茂受到的宠爱超过了其他皇子 太子曾与李瑶 李居在尽忠的宅地中聚会 都因为自己的母亲失宠 而心中怨恨 大发牢丧 驸马都尉扬回 娶的是武惠妃的女儿贤姨公主 常常暗中打听三个皇子的过失 然后去告诉武惠妃 武惠妃哭泣着告诉玄宗说 太子阴谋网罗党羽 想要谋害我们母子 而且斥责皇上 玄宗听后大怒 把此事告诉了宰相 想要废掉太子和恶王 光王 张九龄说 陛下登上皇位将近三十年了 太子和诸王都没有离开过深宫 每天都受到皇上的训诫 天下的人都庆幸陛下治理有方 在位长久 子孙凡胜 现在三个皇子都以年长成人 没听说有什么大的过失 陛下为何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 以一时的喜怒 把他们全部废掉呢 再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 不可轻易动摇他的地位 春秋时代晋宪公 因为听信离机的谗言 杀了太子身生 引起晋国三十大乱 汉武帝因为相信江冲的诬告 治了立太子的罪 使京城发生了流血事件 晋惠帝因为相信贾后的诬陷 废掉了敏怀太子 使武胡乱华 中原涂炭 隋文帝听信了独孤皇后的话 废掉了太子杨勇 而立随杨帝 以致失掉了天下 由此来看 对费力太子的事不可不谨慎对待 陛下如果一定要那样做 我难以遵命 玄宗听后不高兴 李灵福起初没有说什么 而退朝后 私下却对受玄宗器重的宦官说 这种事情是皇上的家事 何以要与外人商量 玄宗仍然犹豫不决 武会非诱案中让官奴牛贵儿 对张九龄说 有费必有利 你如果能够从中注一臂之力 就可以掌作宰相张九龄斥责了牛贵儿 并把这些话告诉了玄宗 玄宗因此有所感悟 所以一直到张九龄霸相 太子的地位没有动摇 李灵福一有机会 就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 所以玄宗逐渐疏远张九龄 李灵福引荐萧炯为户不侍郎 萧炯一向不学无术 有一次在中书侍郎 盐挺之面前把符辣读为符列 盐挺之对张九龄说 尚书省怎么能有符列侍郎呢 于是萧炯被调出京城 为齐州刺史 从此李灵福怨恨盐挺之 张九龄与盐挺之关系亲密 想要推荐盐挺之为宰相 曾经对他说 李尚书正受到皇上的器重 你应该去登门拜访 与他搞好关系而盐挺之素来傲气 看不起李灵福的为人 竟不去拜访 李灵福就更加恨他 盐挺子先前娶的妻子 被修掉后改嫁给魏州刺史王元衍 王元衍因为贪污钱财罪被御史代付 中书省和门下省三司逮捕审问 盐挺之为他说请 李灵福就乘机让左右的人到宫中告诉了玄宗 玄宗对宰相说盐挺之在有关官吏面前 为罪人说情张九龄说 完原言取的是盐挺之修调的妻子 不可能有私情 玄宗说 虽然已离婚 但还有私情 玄宗又联想到以前的事情 认为裴耀卿与张九龄庇护自己的党羽 人吟27日 任命裴耀卿为左丞相 张九龄为右丞相 二人并罢参加政事 任命李灵甫兼中书令 牛仙客未公布上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仍兼领朔方节度时 把言挺之贬为周刺史 王元衍流放到岭南 玄宗及皇帝位以来 所任用的宰相中 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 宋执法严厉 张家珍重视励志 张说善于写文章 李元宇杜仙能够节俭治国 韩修与张九龄个性直率 这些人都有所长 张九龄因罪被罢相后 朝廷中的百官 从此都明哲保身 没有人再敢于直言 李灵甫想要堵塞住 玄宗的士听 自己大权独揽 就把剑官们召来 明确地告诉他们说 现在有贤明的君主在上 群臣顺从皇帝都顾不过来 那里还用的照再多说什么 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立在正殿下面作为仪仗用的马匹吗 虽然吃的是三瓶等级的良料 但如果要四名叫唤 都要立刻被拉下去 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补缺度曾经向玄宗尚书谈论正事 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限令 从此玄宗的建争之路断绝了 牛仙客既然是靠李灵甫的引荐当上宰相 遇事只是坐硬生虫而已 不敢有任何意义 但这两个人都严格地遵守规定 对于百官的升迁 都按照常规办事 虽然有的人有特殊的才能 也不免老死于难以发挥才智的职位上 而那些善于阿渔奉承搞歪门邪道的人 却能够从其他门路上得到重用提拔 李灵甫的城府极深 人们难以摸透他的心思 他善于当面奉承 而暗中陷害 从来不露声色 凡与玄宗关系亲密的人 开始时他总是相接近拉关系 等到地位权势稍微接近他时 就千方百计地除掉 就是那些老奸巨华的官吏 也逃不脱他的圈套 开元25年 丁丑公元737年 春季 正月 首次设置玄学博士 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 二月 玄宗夏赤书说 科举考试中的晋士科 主要以考生运辞学为主 不能够通古经之变 明经科主要以考贴经和诵经为主 很少有人知道其意义 从今以后 明经科考大义十条 回答对时事的看法三道 晋士科考试贴大经事道 勿尘24日 新罗国王金星光去世 他的儿子金成庆继位 已有 幽州节度使张首云纳露山打败契丹军队 其害 和西节度使崔西义率兵袭击吐蕃军队 败吐蕃于青海西面 起初 崔西义派遣使者对吐蕃将领启力虚说 我们两国已经和好 就像一家人一样 何必在边疆再设置兵力防守捉人 而妨碍边民耕田放牧 希望撤销这些兵力 启力徐说 崔长是忠厚老实 必定不会欺骗我 但是你们朝廷未必把边防大权都交给边疆 万一有奸诈小人从中捣鬼离间 成我们不备而袭击 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崔西义坚持请求罢兵 于是就杀白狗 煞血结盟 各自撤去守卫的军队 从此吐蕃边民序木叶繁盛 牛羊遍演 这时吐蕃向西攻打伯律国 伯律派遣使者来求援 玄宗命令吐蕃罢兵 吐蕃不听 并打败了伯律 玄宗十分愤怒 正好崔西义的侍从孙慧 入朝上奏边士 自己想要立功 就上奏说吐蕃军队毫无防备 如果出兵袭击 必能大获全胜 玄宗就命令内给士 赵慧从与孙慧一起回河西镇 研究部署袭击吐蕃的军事行动 赵慧从到后 就假传赵旨令崔西义向吐蕃进攻 崔西义没有办法 只好率兵从梁州出发 向南深入吐蕃内二千余里 到了青海西面 与吐蕃军队交战 打败了吐蕃 杀死二千余人 起立须逃走 赵慧从和孙慧都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赏 于是吐蕃再次断绝了对唐朝的朝贡 夏季 四月新有十七日 监察御使周子亮弹劾说 牛仙客非宰相之才 并引衬书中的衬语为证 玄宗大怒 命令左右的人在朝堂猛打周子亮 周子亮被打昏了又苏醒过来 然后又在朝堂用棍棒毒打 并流放周 周子亮走到蓝田就死了 李灵府说 周子亮是张九龄推荐的人 贾子 二十日 贬张九龄为荆州长使 杨回右上奏说 太子李英 恶王李瑶与光王李居 连结太子妃子的哥哥 驸马薛秀 图谋不轨 玄宗就召宰相商议 李灵府回答说 这是陛下的家事 我们做臣下的不应该参与 玄宗听后才下了决心 遗丑二十一日 让宦官于宫中宣布制书 费李英 李瑶与李居未平民 流放薛秀渝州 不久 李英 李瑶与李居被刺死于京城东面的驿站 薛秀被刺死于蓝田县 李瑶与李居都很有才学 无罪而死 人们都十分惋惜 丙于二十二日 李英的旧家赵氏 妃子家薛氏 以及李瑶的旧家皇府氏 因此案被流放贬官的达述师人 只有李瑶的妃子家为氏 因为为妃贤惠而免受惩罚 五月 宜州刺使杨俊 因为贪污钱财 应该处死 玄宗命令 仗打六十棍棒 流放到古州 左丞相 裴耀卿尚书说 以仗刑代替死罪 陛下的处理 却是宽厚的 但是这样被打的肢体损伤 却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这种刑罚 只能用于平民百姓 不应该用在读书人身上 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鬼位初识 玄宗下吃书说 英国家边疆安定 命令中书省 门下省与诸道节度使 根据各军阵事务多少 与地位轻重 确定边兵的定额 在各种英服兵役的人和客户中 招募成年壮士 长期卫边军 增加他们的田宅地 条件一定要优厚 辛丑28日 玄宗命令有官部门 选拔皇室子弟中 有才能的人 授给他们台省和法官 经县官 并下赤书说 如果你们违背道义 不顾长轮 我是不会因私情 而训王法的 如果你们能够培养 自己的美德忠于之首 黄恩怎么能够 对你们比别人薄呢 希望你们能够兢兢业业的为国效力 作为表率 以影响社会 激励他人秋季 七月吉毛 初七 大理少清徐教上奏说 今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58个人 大理寺的御院中 过去一直传说杀气太盛 以至鸟雀都不停气 而现在却有喜鹊在那里的树上作朝 因此朝中百官认为国家安宁 很少用刑法上表祝贺 玄宗把此事归功于宰相 庚臣 初八 赐李林府进国公爵位 牛仙克国公爵位 玄宗命令李林府 牛仙克与法官修改的律令格式完成 九月人参 初一 颁布实施 先前 唐朝的西北边疆数十州驻扎着重兵 当地的地租和军队屯田所说的粮食都不够吃 开始实行用钱买粮的办法 有一个名叫彭果的人 通过牛仙克向朝廷献祭 请求在关中地区也实行这一办法 物子十七日玄宗夏赤书说 因今年粮食丰收 古剑商农 命令岸市场上的粮价再增加十分之二三 买东 西基的粮食各数百万户 停止今年从江 淮地区所运的地租 从此 关中地区的粮食积蓄充足 玄宗不再去东都 鬼四22日 玄宗夏赤 命河南和河北地区应该运送给寒家仓和太原仓的地租 都留在本州 太常博士网上书请求建立青地毯 祭祀春审以迎接春天 玄宗准许 冬季十月辛丑初一 玄宗夏赤书说 从今以后在历春时节 亲自于东郊祭祀春审以迎接春天 当时玄宗十分喜欢祭祀神鬼 所以王专门研究祭祀的礼节以迎和时尚 玄宗很喜欢他 就任命他为施玉使并兼祠祭使 王在祈祷时常常焚烧纸前 很像巫师 懂得礼仪的人都对他的这种做法感到羞耻 人参 玄宗去离山温泉 已有返回宫中 极丑开府怡童三思广平文贞宫宋去世 十二月秉武初七 惠妃武士去世 玄宗正嗜好为甄顺皇后 这一年 玄宗命令将做大将康夕到东都毁掉明堂 康夕上言说 要毁掉他劳费人工 请拆掉上层 低于过去的九十五尺 仍为前元殿玄宗同意 朝廷第一次让各地所征收的租庸条和租资客 全部以土产运送到京都 开元二十六年 雾银公元七百三十八年 春季正月 以害初六玄宗任命牛仙客为市中 丁丑初八玄宗雨水东面 祭祀武帝祈求封年 玄宗夏之书说 在边疆的长征兵 过去招募已经充足 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阵兵 在边疆的可以放缓 玄宗下令在各地的州 县河里设置学校 仁臣二十三日 玄宗让李陵府兼领拢佑节度赴大使 让善州都督渡希望支流后市 二月 以卯十七日 玄宗让牛仙客 兼任河东节度赴大使 几位二十一日埋葬甄顺皇后于敬陵 人须二十四日 玄宗夏赤书说 河区地区的六州湖人 因为康代宾反叛被分散安置在各州的 允许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 并于沿州与夏州之间设置右州安置他们 三月 吐蕃侵略河西被节度使崔西义打败 善州都督之拢右刘后使杜希望攻克吐蕃新城 并在原地设置了威荣军派遣一千兵力首位 夏季五月已有十八日 玄宗任命李陵府兼任河西节度使 秉身二十日 玄宗任命崔西义为何难言 崔西义自认为背弃盟约失信于吐蕃 十分惭愧悔恨 不久就死了 太子李英死后 李陵府多次劝玄宗立寿王李茂为太子 但玄宗认为忠王李年岁大 为人人孝谨慎 并且勤于学习 想要立他为太子 犹豫了一年多还没有决定 玄宗想到自己年纪已大 三个儿子同日被杀掉 太子还没有确定 心中闷闷不乐 经常睡不好觉 饭量也因此减少 高丽氏乘积问其中的原因 玄宗说 你是我家的一个老奴仆 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 高丽氏说 是不是关于确立太子的事 玄宗说是高丽氏说 这件事 您何必要如此劳费神心 只要推年长者而立 谁还敢来再争夺呢 玄宗说 你说得好 你说得好 因此立太子的事就确定了下来 六月庚子 初三 玄宗立立为太子 新丑初四 玄宗任命齐州刺史萧炯 为和西节度时 并总管留后事务 善州都督杜西王 为拢又节度时 太扑清王玉为贱南节度时 让他们分别在各道抵御吐蕃 并毁掉所立的赤领碑 突骑师可汗苏璐素来生活连接勤俭 每次打仗所略的的财物 都与各部落分享自己不留下思绪 因此不重都乐于为他效命 苏璐已娶了唐朝的公主 又暗中与吐蕃及突厥往来 突厥与吐蕃也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苏璐把三国的女人都立为可敦 又立了几个儿子为业户 需要的费用越来越多 因此打仗后所得的财物不再分给其他部落 他晚年中风 一只手萎缩 因此所捅的各部落离心 其中酋长莫赫达干和都摩杜两部落最为强大 部落中又分为黄姓和黑姓 相互之间闹摩擦 于是莫赫达干率兵夜间袭击苏璐并杀了他 都摩杜起初与莫赫达干同谋 不久又闹分裂 利苏璐的儿子古踹为图火仙克汗 借以收罗苏璐的部众 与莫赫达干互相攻占 莫赫达干派遣使者 向气息节度使盖家运求援 玄宗命令盖家运召集突骑师 拔汉纳以西的诸国军队 图火仙与都摩杜占据着碎土城 莫姓克汗尔维特雷占据着达罗斯城 相互联兵以抗拒唐军 太子将要受册封 仪式中有忠言和外伴的警备礼仪 及穿将纱袍的礼仪 太子认为这些礼仪不应该 与皇帝的礼仪称名相同 上表请求改换 左丞相裴耀卿奏请庭忠言礼 改外伴为外辈 改服将纱袍为诸名服 秋季七月几四初二 玄宗登临宣政殿 册封太子 按照过去的制度 太子要乘车到殿门口 这时太子不乘车 从东宫步行入殿 这一天又大赦天下 吉卯十二日 册封钟王妃为氏为太子妃 杜西望率领善州的军队 夺取了吐蕃的黄河桥 并在黄河的左边筑起了严权城 吐蕃发兵三万来迎战 杜西望兵少而难敌吐蕃 江族都十分害怕 左卫为狼将王忠四 率领所部军队 首先冲进吐蕃的阵地 所向披靡 杀死敌人数百 吐蕃阵地崩溃 杜西望乘机 率大军进攻 吐蕃大败 然后于延全城 设置镇西军 王忠四阴力战功 升为左金吴将军 八月 新四 渤海王大武艺去世 他的儿子大亲茂继位 九月 丙申朔 初一 初线日时 先前在高宗一奉年中 吐蕃攻陷了唐朝的安荣城 并派军队聚守此城 安荣城地势险要 唐军多次攻而不克 建南节度使王渝 在安荣城的旁边 驻了两座城 并驻军于婆婆领下 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 充实城中 以禁逼吐蕃 吐蕃发大兵 旧安荣城 王渝的军队大败 数千人战死 王渝脱身逃命 把粮食和军用物资 全都丢弃给吐蕃 朝廷扁王渝 围瓜州刺史 再扁为高耀县位 王渝故去 戊午23日 唐册封南兆 蒙归义 围云南网 蒙归义的祖先 本是埃劳仪 居住地在瑶州的西面 东南与交致相连 西北与吐蕃接壤 满羽称王为赵 原先共有六赵 蒙社 蒙月 月西 浪琼 仰辈 月代 各自兵力相当 不能统一 历代王朝都借此分化 他们的势力 因为蒙社在最南面 所以称为南兆 高宗在位时 蒙社戏奴罗 首次入朝 戏奴罗生罗圣 罗圣生 圣罗皮 圣罗皮 生皮罗 皮罗时代 蒙社逐渐强大 而其他五赵势力衰弱 适逢蒙社因为有打败和蛮的功劳 就借机贿赂王毅 请求合并六赵为异果 王毅上奏朝廷 朝廷答应 就赐名归义 于是蒙归义就借着自己强大的兵力威胁群蛮 不服从就灭掉 并打败了吐蕃 移居到大河城 后来南兆静日以强大 成为唐朝的编幻 冬季十月 雾银 十四日 玄宗往离山温泉 仁臣 二十八日 返回宫中 这一年 在西京与东都之间往来的道路上建立行宫一千余座 玄宗命令 从左右与连军中分出一部分军队 设置龙武军 并把万骑营隶属于龙武军 润州刺史齐幻上奏说从瓜布渡长江要绕到六十里 请从金口袋下面直接过江 穿过一楼和二十五里即到达阳子县 并驻一楼带玄宗同意 开元二十七年 吉卯 公元七百三十九年 春季正月 人吟初九 玄宗命令拢幼节度大使荣王李婉从本道出发 寻行考察各地军事 并有权处理军事事务 幼兆木关内河东地区的壮士三五万人 到龙谷地区防备吐蕃 如果到了秋季末吐蕃不来侵扰 允许回家 群臣请求为玄宗家尊号圣文 二月几四 初期 玄宗同意 并因此大赦天下 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 夏季四月 鬼友十二日 玄宗下赤书说 各种阴阳占卜方术活动 除了因婚丧大事的需要 其他全部禁止急炒 二十八日 玄宗任命牛仙客 为兵部尚书兼市中 李林府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 并总管文武科选事务 六月 鬼友十二日 玄宗任命御史 代付李世之兼任幽州节度使 幽州镇将赵勘与白真罗 假借节度使张首的命令 让平卢军使乌之义 率兵在恒水北面攻打反叛的西族余党 乌之义不愿意出战 白真罗就假称是皇上下的志书 迫使他出战 乌之义不得已只好出兵 与西军交战 先胜后败 而张首却隐瞒了败状 上奏说获胜 事情泄露以后 玄宗命令内业者监 牛仙童去调查 张首重录牛仙童 把败军之罪归咎于白真罗 逼令他上吊而死 其他宦官因牛仙童 受到玄宗的宠信而妒忌 就共同揭发了此事 玄宗大怒 假虚 十三日命令杨思旭 用棍子打死牛仙童 杨思旭把牛仙童捆在架子上 打了数百棍 然后挖掉了他的心肝 割下他的肉 一同吃了 张首因此事被贬为阔州刺事 太子太师萧松 曾经用城南良田竖请 向牛仙童行贿 李林辅揭发了这件事 萧松因此被贬为青州刺事 秋季八月 以害 十五日 气息节度使盖家运 擒获突骑师 可汗吐火仙 盖家运进攻岁叶城 屠火仙出城迎战 被打败后逃走 在赫罗岭被抓获 盖家运又分别派书雷镇首使夫蒙岭 与拔汉纳王阿西烂达干 悄悄地率兵突袭达罗斯城 抓住了黑姓克汗尔威 又率兵入夜建城 接回焦和公主 还收罗了数万 披散着头发的部落民众 交给拔汉纳王 唐军威震西部边疆 人武 22日吐蕃侵略百草军与安人军 被拢又节度使萧炯打败 假深 24日唐朝追赠孔子 嗜号为文宣王 以前祭祀先代的圣贤时 周公向南而坐 孔子向东而坐 玄宗夏之书说 从今以后孔子向南而坐 身着帝王服装 试殿用宫玄礼仪 又分别追赠孔子的72个弟子 以公 侯 伯爵位 9月 戊午29日 先前归附于突骑市的触目昆 蜀尼师和公月等部落 都降附于唐朝 他们请求仍然移居于安息节度时 管辖的地区内 太子改名为李少 冬季10月 新寺 22日 改建东都明堂 丙须27日 玄宗前往黎山温泉 11月 新丑13日 返回宫中 贾臣 16日 明堂郡宫 建南节度使张佑本是文官 不懂军务 所以就把军政大事 都委托给团练副使张朝奸穹处理 张一奸穹入朝奏事 极力声称安荣成能够攻取 玄宗听后很高兴 丁四 29日 玄宗任命张佑为光录清 12月 任命张仇坚穷为建南节度使 起初 维瑞宗服晚三后 用力祭祀于太庙 从此以后 每三年举行一次礼祭祀 每五年举行一次礼祭祀 这一年夏季祭完后 冬季又应当祭 太常寺认为 祭祀太烂就会显得不敬重 请今年不要举行祭 以后总祭五年一祭 一祭 玄宗同意 开元28年 庚吟 公元740年 春季 正月鬼祀 初六 玄宗往离山温泉 庚子 13日 返回宫中 2月 荆州长使张九龄去世 玄宗虽然因为张九龄不听话 把他赶出了朝廷 但还是喜爱张九龄的卫人 每当宰相向他推荐官员的时候 玄宗总是问道 风度能比得上张九龄吗 三月 丁骇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张筹坚穷暗中与安荣城中的吐蕃将领 敌都局及维州别嫁董承燕和谋 让敌都局打开城门领堂兵入城 杀死了全部吐蕃将士 派监察御使徐远率兵守卫 徐远是许敬宗的曾孙 贾爷28日 弃夕节度使盖家院入朝献服 玄宗赦免了土火仙的罪 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 盖家院请求立阿舍纳怀道的儿子阿舍纳辛为实姓克汗 玄宗同意 夏季 四月新卫十五日以阿舍纳辛的妻子李氏为娇和公主 六月土拨包围安荣城 玄宗为了奖赏盖家院的战功 就任命他为何希 拢幼节度使让他抵御土拨 盖家院自认为受到玄宗的宠信 留恋经师 没有按时赋阵 左丞相牌耀卿尚书说 我近来与盖家院同班朝见 观察他的举动确实是永烈有余 但语气自大夸耀 恐怕难成大事 春秋时 楚国的木偶因为蒲骚之战得胜而高傲自大 最后使楚国的军队大败 现在盖家院有轻敌之意 我十分担忧 何况现在离防被吐蕃秋天侵扰的时间不远 盖家院尚未说何日要出巢赴任 如果遇到战事才去 士族还不认识他 这怎么能够打败敌人呢 再说古代的将军受命出征 都要早一面向北的门 从那里出去 已是战死的决心 而盖家院现在却朝夕饮酒作乐 没有幽国幽民之心 如不能另行任命 就应该立刻让他上路赴任 望陛下言家教导 于是玄宗才催促盖家院赴阵 后来盖家院果然没有什么战功 秋季八月甲虚二十日 幽州上奏说打败了西域契丹 冬季十月甲子十一日 玄宗前往黎山温泉 新四二十七日返回关中 吐蕃入侵安荣城集围州 朝廷蒸发关中地区的骑兵具救援 吐藩才退兵 改安荣城为平荣城 十一月 玄宗罢免了牛仙克所兼任的朔方 和东节度使之 突骑师酋长莫赫达干 得知唐朝任命阿什纳心为实性克罕 十分恼怒地说 首先诸杀输入克罕是出于我的谋划 而今反例阿什纳心为克罕 用什么将赏我呢 于是就率诸部落反叛 玄宗这才立莫赫达干为克罕 使他统领突骑师不重 并命令盖家运招响他 十二月 以卯初三莫赫达干将堂 金城公主去世 吐蕃派使者来报丧 并请求和好 玄宗不答应 这一年 唐朝的县有1573 户数841万2871 人口4814万369 西京与东都 每壶米的价格不到200钱 每匹券价格也如此 境内生活富有 秩序安定 出行的人远行万里 也不必拿任何武器 开元29年 新寺公元741年 春季 正月 鬼寺 十一日 玄宗前往黎山温泉 丁友 十五日 玄宗夏志书说 以前各州发生了饥荒 都要等到上奏报告后 才能开仓阵记 而道路遥远 难就灾民 从今以后 周县长官和采访室 可以根据情况先行阵记 然后在上奏报告 庚子 十八日 玄宗返回宫中 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老子 告诉他说 我有像在京城西南一百多里的地方 你如果派人去找到 我将与你在兴庆宫相见 玄宗派人去寻找 在县的楼关山中找到 夏季 润四月 迎接老子像放置在兴庆宫中 五月 玄宗命令 画老子真容 分别放置于各州的开元官 六月 吐蕃四十万大军入侵 治安人军 被魂崖峰骑将 张西叶率兵五千打败 秋季七月 秉吟 十八日 突厥派使者来报 登丽克汗桑 起初 登丽的两个唐叔 分别统领军队 号为左 又杀 登丽忧虑 两杀专权 就与他的母亲合谋 又杀了又杀 自己亲自率领又杀军队 左杀判 缺特雷率兵进攻 并杀了登丽 立皮加克汗的儿子为克汗 但不久被古多叶户杀害 改立他的弟弟为克汗 不久古多叶户又杀死新克汗 自立为克汗 玄宗因为突厥内乱 鬼友二十五日 命令左宇连将军 孙老奴招降回和 葛罗路和拔西密等部落 以害二十七日 东都落河水大涨 淹死一千余人 平卢兵马使安禄山性格巧诈 善于讨人喜欢 所以人们都称赞他 玄宗左右的人到了平卢 安禄山就用重金收买他们 因此唐玄宗更加认为他是贤能之士 玉室忠诚张立真为河北采访时 到了平卢 安禄山刻意逢迎 以至立真左右的人都受到禄山的贿赂 立真入朝上奏 尽力说安禄山的好话 八月以为十七日 玄宗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 兼平卢军使 两番 渤海 黑水四府精略使 冬季十月秉深 十九日玄宗前往黎山温泉 人银二十五日 唐朝分北亭 安息为二节度阵 十一月 庚须 初三 司空王黎首里去世 黎首里才学平庸 每当天要下雨或放晴时 他一定要先预言 而且必定应验 齐王李范和薛王李叶等诸王告诉玄宗说 王哥哥会法术 玄宗问王室何缘故 王说 我没有什么法术 武则天统治时期 因为张怀太子的事件 我被关在宫中十多年 每年午后都下斥令 用棍子打我多次 背上的疤痕很厚 将要下雨时就觉得沉闷 天要放晴时就感到爽快 我就是这样预言天气的 说着泪水沾金 玄宗也因此心情惨然 新有十四日 玄宗返回宫中 新卫二十四日 太尉宁王李献去世 玄宗心情十分沉痛 说皇位本来是哥哥宁王的 而他却坚决让给了我 他是唐朝的太伯 普通的名号 难以表现他的德行 于是就赠嗜好为让皇帝 他的儿子汝阳王李 上表追溯父亲的愿望 谦让说不敢接受帝号 玄宗不答应 入殿时 玄宗拿出皇帝的服装 让给宁王穿上 并亲手于陵座写了晚词 词称李隆基表白 又命名宁王的墓为惠陵 并追赠他的妃子元氏 嗜好为公皇后 合葬在一起 12月以四28日 吐蕃军队屠杀达化县民 攻陷石宝城 盖家运不能抵挡